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提呈任内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他宣布将把下一个财年的国防预算提高9% 重振美国军事力量成为全球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特朗普计划新增的国防预算将投入造船军用飞机 以及让美国在伊朗霍尔木茨海峡等等国际水域要道展现更强实力 特朗普大幅增加军事预算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削减其他开销 因此分析认为首当其冲的将会是环保局 另外国务院预算也可能会被砍掉三成 至于仅仅占了预算1%的海外援助 预料也将削减 这或多或少会打击美国的外交政策 除了增加军费预算 特朗普也将重点发展国内基础建设造福美国人 税改方面 他表示在处理了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法案之后 才会公布新的税改方案 无论如何这份预算案是否通过 还是必须先获得美国国会点头 民主党一众领袖已经放话 不会让开支议案闯关 美国最近一年的国防支出为5840亿美元 占了联邦总预算的六分之一 MTV7综科报道